不只呼吁南加州华人选民三号投票日 踊跃出来投票 面对蒙特利公园市 未来要如何发展呢 另外面对新市论的市议员 要如何一起合作呢 东西新闻也特别访问到了副市长陈赞兴 从市政发展角度请他详细地说明 两年前我跟狼桥 看身上一起选择这个议会以后 我们做了很多重大的改变 重大的发展项目 例如有三个酒店 这个对蒙特利公园市的税收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好的作用 那么现在开始了 我们需要好的议员 记住这个发展的项目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million的税收 进来蒙特利公园市 那么有的税收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加长这个政策 加长这个消防 那么对我们的服务就是更好 纯赞兴调调蒙事过去 在主流市议员的监督之下 市政的发展落后了十多年 现在是集体直追的时候 而发展的第一步 就是吸引更多优质的商家进驻 而一方面变类民众的生活 并且增加市政的税收 先繁荣社区生活品质 自然就会提高了 那么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